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领路人江世民 首先我们先从原山捷运站旁的原山备种走起 接着我们来探访在日日时期台湾神宫旧址上的原山大饭店 然后会带大家来到原山水神社 这里是了解草山水稻系统的一个好地方 最后带大家来到士林捷运站旁的胡思二手书链逛逛 让这次的行程在知性的书香文化中结尾 这样是不是很棒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读去吧 大台北地区民众经常往来的原山捷运站 每天人潮汹涌 但许多人却不知道 这里竟然隐藏着珍贵的原山备种遗迹 从旧的台北儿童乐园 到邻居护果禅寺 一路延伸到花博展览馆 都是遗迹的范围 那原山备种保存了鲜明的生活与文化遗迹 是考古学的重要资料 所以想要了解台北最古老的历史 这里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原山这边的邻居护果禅寺 那在日治时期呢 日本各大的宗教派别呢 都跨海来台了弘法 那当时的台湾总督 尔玉元太郎独尊林济中 那选择林济中作为护果禅寺 那首任住持是他的大学的同学 梅山玄秀 那这个禅寺呢 依照日本建筑形式设计 那不过呢 现在看到呢 其实跟当时建的已经大意相 大意齐去了 那有当时的庭园呢 也已经消失了 目前大雄宝殿呢 还保持当时的日本 前然的一个仿宋式的禅寺格局 那它是一个重沿歇山顶 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 不像我们的一般比较 一般的是那个硬山顶式的 那这个是当时全台最大 日治时代的木造结构 因为原来更大的是在日本 万华的西本院士 被烧毁后 这边就变成最大的了 那殿内呢 供奉华言三圣 就是释迦牟尼佛 文书菩萨跟普贤菩萨 那所有日本大型的佛殿呢 在台北本来有 散岛市 东河禅市 和宁济市 不过呢 目前就只剩要这个宁济市呢 的大殿得以保留 我们今天来到了 圆山大饭店这里 你知道台北市的圆山呢 是一个风景秀丽 风水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当初在日治时期呢 这边其实不是圆山饭店 这边是一个台湾神社 在1895年的时候呢 因为马关条约呢 台湾就割浪给日本了 那日本呢 就看上这边的风景 而且它的一个风水保地特别好 所以呢 就建了一个台湾神社 来纪念呢 当初来接收台湾时 不幸战王的一个 北白川能久亲王 那也定每年的10月28号 为它的一个纪念日 全台湾当天就放假一天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现在是一个 福利台湾的圆山大饭店 那其实当初 圆山神社呢 它是有好几层 从下面一直到上面 下面会经过 现在之前的中山桥 就是当初的明治桥 一直到这边来 然后可以看到 后来呢 经过两次的改建 扩大建设 所以变成提升到圆山神宫 那圆山神宫呢 就不是只有祭世那个亲王而已 而且呢 是提升到了天造大神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在这边看到一个 博犬的就是当初 神社里遗留下来的 一个遗物 那其实呢 神社里遗留下来的东西 非常的多 等一下我可以看到 在圆山饭店里面 有一条非常精美的金龙 等一下带大家去看看 作家卡尔维诺 在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有说到 一个城市的故事跟历史呢 往往隐藏在让人家遗忘 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那像这一条金龙 就是隐藏了台北一些过往的故事 这些金龙呢 就是以前台湾神社里面说 供奉了一个喷水池里面的金龙 那在光复之后呢 这只金龙被移到 远山大饭店里面 而且本来是铜色的 那它有被喷成比较金色的 那它算是一个台湾神社的一种遗物 这一只金龙呢 它是有三爪 是三爪金龙 跟一般的中国式的四爪 是不太一样的 尤其可是它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产物 那比较神奇的是呢 在二战时候呢 神社遭到炮弹的攻击 还有就是它有一个飞机的失事的事件 不过这只金龙都可以屹立不咬 已经屹立在这边 已经上百年了 所以很多日本观光客呢 因为基于这个情感呢 所以也常常来到 远山大饭店来看这只金龙 那这只金龙味的地方 刚好就在远山这个地方 就是远山它是一个龙尾穴的地方 所以放这只金龙 其实是名符相识 相得益彰 远山饭店上有金龙 下有地道 基于国安考量 饭店下方其实有个密道 这个密道呢 存在了许多精彩的历史故事 接着我们就请 远山饭店专业的导览之工 带我们去瞧瞧 来 各位宾 非常欢迎你来到 远山东密道的外面 可是在带您进入东密道之前呢 我来先跟您说明一下 为什么远山饭店有两条密道 这个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 1973年就是大约我们民国60年代左右的时候 台湾跟对岸的局势更对峙 那如果中共攻打过来 它是有可能来轰炸 圆山饭店的 因为圆山饭店呢 当它在1951年 它叫做圆山饭店的那一刻起 它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馆 代表我们的政府 接到外国援手各国使节 以及各国的重要 所以如果被轰 如果中共要攻打台湾 除了总统府之外 这里应该也是一个热区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 因为圆山饭店 它本身位在这个建坛山上面 建坛山153公尺高 那也就是说 这我们的饭店不在市区 那发生战争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总统尽快的 透过这样一条短短的密道 类似紧急逃生的概念 下到平面道路 有车子把它接走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跟您说的 圆山独一无二的特色 是有它的一个时代背景 那这两条密道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 这是东密道 而我手笔的那个方向 那个灯光亮的地方呢 走下去就是西密道 这两条密道都是紧急逃生用的 所以一点都不长 我们西密道呢 85公尺长 其实四个阶梯通下去的地方 就在建坛公园 而我们的东密道呢 它67公尺长 84个阶梯通下去的地方 就是我们圆山的 圆山连移会的所在 我们今天要带您走的东密道路线呢 首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是东密道外面的路口 然后呢我们会带您呢 经过我们现在就走这一条密道 然后密道出来之后 我们会有一小段的密进花园 然后密进花园之后 我们会带您到孔二故居 孔二故居是圆山饭店 第一任的总经理孔立伟小姐 当年在圆山休息的地方 那他跟圆山饭店有非常多的故事 也可以跟您分享 然后接着我们就会车子开 带您到圆山连移会 圆山连移会也就是当年 塔本顺宫的一部分 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圆山的东密道 来各位贵宾 您看我们这个密道是 这不是弯弯曲曲的 这个弯曲的密道它的设计在1973年的设计 它其实是为了躲直行的子弹 以及防后面敌人追兵的一个追踪 好 那接着你们看到这里面 有好多亮亮的灯 总共有43盏的防爆灯 这是因为考虑暂时的需求 假如说万一发生爆炸的话 那这些灯灶的碎片就不会事件开来 伤害里面我们重要的国家人士 以及来请抬头看看我们的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是不是有那种尖尖刺刺 很凹凸不行的一个感觉 的确你用手去看或是用手去摸 它的确刺刺的 这个是用阳石灰所做的消音锥 它具有吸音的一个作用 这也是为了一个暂时的考量 万一子弹打下来的时候 那它有部分吸音的效果 就比较不会伤害到里面人的一个耳朵 还有同时也可以躲避敌人的追踪 接着我们就请您扶着栏杆 走我们的东密道了 等一下出去等门口有一道石墙 那个石墙高有五公尺高 宽度超过30公分 而那个石墙的目的是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您从外面看不到 这是一个密道的出口 另外一个那是一个防爆墙 所以我们说我们圆山东密道或西密道 整个设计上它都是一个军事设施 现在我就要来开门咯 我们现在来到圆山东密道的出口外面了 而我们这个地方它有三段故事 在1944年的时候这个区域属于台湾神宫的入口 而到了1973年当我们的总统假设他逃生出来 这个地方的外面会有安排专车接应他到基隆河 去搭水上飞机到我们脚板山的碉堡 去主理战时的国家大势 而现在2021年的现在这一条叫做秘境花园 主要是结合圆山联谊会的一个活动 可以举办持盼婚礼的一个婚纱拍摄场地 我们现在进来的是孔二故居 那这个孔二故居里面的主人公孔二小姐 是圆山饭店第一任的总经理 她的名字叫做孔令伟 她同时也是我们的第一夫人宋美玲夫人 她所最疼爱的一个侄女 她是夫人宋美玲的二姐的第二个女儿 所以才有我们昵称她为孔二小姐 而今天我们所呈现看到的这个是 她访她当年的一个客厅的设计 因为她们是上海人 所以这整个的布局就是当年的一个居家的风格 而您现在所看到这个秘鲁也是当年的一个想象出来的设计 那您有看到在秘鲁上面呢 它有两个花瓶以及一个钟 那这个除了我们中国人区域的一个吉祥化的谐音 叫做终生平安之外呢 其实跟孔二小姐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是从我们圆圆餐厅所搬过来的 当年这是上海老茶坊的一个常见的城市 这个右边的这个圆山的游泳池呢 它就是当年台湾神工的广场 哇 听完导览志工的精彩介绍 你是不是也想来一探究竟呢 随时都能清静的遗迹就在圆山等你哦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国人 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历史 当然都无所能讲 但是亲自去体会 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想要去看看 在历史上所描述的 到底跟真实发生的状况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这个圆山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 那今天是一百一十年 民国一百一十年 明年是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就是圆山要建筑七十周年 那这个圆山饭店当然它是一个 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指标 所以我们国人呢 对它都充满好奇 那很多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民众 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国人呢 都很希望能够来圆山来接近这样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把七十年来历见了总统宴请国宾的料理 我们针对每一个总统选几道菜 然后我们做成一个美妇叫做国宴文化餐 这个国宴文化餐在今年十月推出 那个非常惊人 这个销量非常大 所以那个我们也另外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体会 这一个我们的文化导乱 所以除了搭配这个国外文化餐 这个美食是圆山很重要的文化资餐 所以除了搭配这个餐 国外文化餐以外 也搭配了我们的高端住房 跟周边景点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前餐 如果不用餐 也可以在这边煮一个晚上 这附近呢 整个圆山的这个后餐 就是一个圆山风景区里 里头很多的古籍 这个也值得大家来欣赏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刀兰老师 他们来介绍我们圆山的这些文石文物 来跟大家来分享 现在因为没有开放边界 所以外国人都还不能来 那我们国人趁这个机会来 圆山可以用比较合理的国理的价格 来靠近这样一个 大家都普遍觉得比较生命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五朝首之 我们的这些文石文物 比较生命的了 明文物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